大家好 在墙内的朋友圈里面 看到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好玩的 一看就是损细胞子的 写得很好 观察能力很强 标题叫做 目前核心的问题有四个 就这么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大有文章 核心核心这个词不是乱用的 一般这个时候说核心的话 那就是细胞子 因为细胞子就是核心 围绕这个核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不是随便用的 邓小平在的时候 我是核心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退休了 你老江小江就是核心 所以江泽民邓小平都是核心 那江泽民为了放置 这个胡锦涛收拾他 说不能有核心 只能有一个核心 我的核心是邓小平亲定的 邓小平没说你是核心 所以胡锦涛不是核心 所以说法就变了 江泽民的时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你看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完了以后呢 后来这个胡锦涛上来就没了 是以胡锦涛同志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这个是废话吗 胡锦涛本来就是总书记 你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废话呢 是因为你要把这句话要远回去 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说 你胡锦涛虽然是总书记 但你他两个你不是核心 所以胡锦涛气得要死 气得吐血 是不是 就是最后反戈一击 然后把这个习包子又推上核心 你用习包子 承认习包子是核心的目的 不是说习包子是核心 而是用习包子的核心来打压江泽民的核心 是吧 所以习包子上代以后呢 他摇势一变又变了啊 词又回去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然后搞了半天 共产党这么多代的这个总书记 就只有胡锦涛一个人不是核心 毛泽东是核心 邓小平是核心 江泽民是核心 习近平也是核心 就是他妈的胡锦涛 这个250不是核心 唉 说多的都是累啊 欺负人嘛 所以胡锦涛以为把习近平 搞成拱成核心以后呢 完了以后就可以把江泽民的这个核心 就给他扫提出门 结果没想到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是吧 江泽民反而没什么事 结果胡锦涛被人当中羞辱 当中就给嫁走了 是不是 包子里完全不给他面子 问题在哪里呢 所以你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 我也可以给你扯半天的 就是人和人之间呢 他都是平行的 他都是平等的 你不能说某一个人是核心 是不是 因为每个人的心在哪 每个人的心在自己在胸口 你摸一摸他在跳动呢 你怎么逆别人为核心呢 你不有毛病吗 是不是 这一说就就故事就长了 话就多了啊 中国社会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动不动说某一个人是真理 动不动说某一个人是红太阳 动不动说某一个人是定于一尊 动不动说某一个人是核心 就但只要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的公共的文件 公共的话语里面 你能看到类似的词 什么绝对领导啦 绝对忠诚啦 红太阳啦 真理呀 一句顶一万句啊 核心啊 低运一尊啊 就诸如此类的词 我告诉你啊 什么两个维护啊 就这些个词 你只要能看见其中的一个词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就会多灾多难 是不是 就会猪狗不如 老百姓就会灰飞烟灭 你想都别想 直觉判断力 苏老师的书啊 直觉判断力 找找 真的 这是一个判断中国的这个什么啊 希望大家买我的书看 有些人看我的书看上瘾的 看完书以后 就写读书笔记 过来跟我聊天 直觉判断你 有很多的直觉判断 你不需要你读那么多书 当你看到核心这个词 在中共的高层 争来争去的时候 下面的老百姓 就是鸡飞狗跳 就是灰飞烟灭 所以你目前看到的这个标题 目前的核心的问题有四个 是不是 核心的问题 既然是核心 就肯定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词呢 这里的核心 非一般意义上的核心 而且就直接就是骂细胞子 这是这毫无疑问的啊 我们一定要有基本的道理 就像我们说毛主席 红太阳 东方红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操你个大爷 是不是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是不是 如果有两个太阳 我们都被烤死了 所以你说毛泽东 实在中国人是怎么死的 是穷死的吗 是饿死的吗 是他妈的被毛泽东 这个红太阳给烤死的 太热了 明白了吧 直觉判断力 是最最重要的道理 真的是 没有之意 天上的只有一个太阳 是吧 一定要记住 如果有两个太阳 那就麻烦咯 你说是不是直觉判断力 所以我们说过的 人是非常的愚蠢的 老是想造一个人间的什么什么 人间的上帝 人间的神 为什么圣经你上来就告诉你 你只能有唯一的神 我是你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是吧 神是唯一的 就像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 我们的心中的神只是唯一的 很多人他不懂 他给你扯一堆道理 道理可不可以扯 是可以扯 是因为这个东西 你相信在前 理解在后 而不是反过来的 不是理解在前 相信在后 比如说我哥 有人告诉你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你相信吗 你肯定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眼见为实 你看得到吗 所以你就开始分析 为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为什么你觉得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挺好 但是如果说换了一个说法 天上只有一个上 你不相信了 因为你没看见 这个东西是相信在前 理解在后 如果你有一天 你天上看不见太阳了 傻了 然后你就开始唱歌了 天上有九个太阳 是不是 阿波拉基的 特别傻 一上来讲一对的道理 这是本频道的风格 我希望在我非常不正经的 这个扯闲片的状态之下 有的话能够被有的朋友听进去 听进去了以后 你真是 真是你就自由了 你的心灵就自由了 你就再也不会被共产党骗了 你想想一下吧 是不是 如果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那人间的任何太阳 任何核心 任何一尊 什么任何这个什么绝对 都贪量的是鬼扯淡 去你个大爷 老子不跟你玩 是吧 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开始讲这个文章 写得很好啊 说目前的核心问题 有四个 就是细胞子很扯淡的问题 细胞子怎么折腾中国人的问题 真的讲的挺好 习主席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 四个最淡疼的问题 淡痛的问题 把脑袋想婆 也想不明白的问题 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真的讲问题 而在于骂核心 骂得好 第一个问题 如何在这个痛骂抵制外国资本的同时 又利用外国资本 让他们积极参加中国特色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啊 一方面又知道招商影子很重要 尤其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 我们他把年轻的时候 就写了一堆的文件 天天跟别人招商影子 求爹爹白来来 把人家香港的台湾的澳门的 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 美国的欧洲的资本 把他忽悠过来 现在呢 又说这个 要控制外国资本 你又要控制外国资本 你又要利用外国资本 你想干嘛 你还建设中国特色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不管你细胞子有几个脑袋 你都想不通 是不是 第二 如何监督美帝国主义 继续足够的这个技术 不让他把我们中国特色特色的红色江山 给这个什么 给污染了 是不是 所以中国有防火墙嘛 是吧 各种人工智能 现在都不敢研究的 为什么 因为担心老百姓变聪明了 老百姓不听话了 一方面呢 要封锁监督抵制美国人的技术 一方面呢 要控制 要从美国偷技术 是吧 实现这个技术的自主 创新 你不扯淡吗 是不是 你如果要真正的学美国人的技术 你应该敞开国门 让老百姓都开始研究技术 老百姓又变聪明了 我们不就可以自主 跟自主创新了吗 是不是 你都不让老百姓接触 你都搞一防火墙 不让老百姓了解 全世界的最先进的技术 那你怎么可能实现创新呢 任何一个人创新 都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 而学习这个东西 它是无禁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你任凭你有细胞子 有十个脑袋 有十一个牙签 你也想不明白 是不是 弹筒 真的是弹筒 第三 如何让国内的企业家 那些个民营企业家 加完加点建设 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同时呢 又随时要 要把它给收拾掉 你一方面要民营企业家 要建设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要加完加点生产 一方面呢 你要把民营企业当成 你的潜在的敌人 是吧 又要搞他们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哎呀 你怎么能这样呢 是不是 你既然觉得民营企业 对你的国民经济增长很重要 那你就要相信他 所以我看这个刘俊林老师 说过一个观点 说的挺蛮好的 他是有一定的 非常有观察力的一个人 就是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 是不是 你只要你能给我赚钱 你就是好猫 他的逻辑起点是放弃这种 这个什么意识形态的 这个讨论 来点实际的 搞点干货 是这个意思吧 后来江自民呢 就摇身一变 就换了三个代表 是吧 就把这些个民营资本家 这些个民间资本 资本家企业家 就是说你的人 就是你是我们的人 你是党的人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先进的生产力 这么一个意思 到了胡锦涛的时候 这个孙子就开始就收拾这个企业家了 真的是 就不承认你民营企业家 跟我们共产党是平起平坐的 到西包子去彻底回到毛时代了 就打压资本了 是不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 有些混学术圈的一些垃圾在面 你说说这个打压资本控制资本 资本它是个市场要素 而市场它是开放的 是竞争的 是是多样性的 竞争带来繁荣 你为什么能打压资本呢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个道理 都是西包子发明的 淡痛的一些个话 你是想不通的 是不是 开玩笑 说第四是什么呢 说西包子所指示的 要打造一批这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是不是 要超越 说这个复旦大学有一傻叉 叫张伟为 说中国的这个经济 已经是完全超越美国了 美国已经不行了 因为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起来了 你现在优秀的企业就都全跑路了 你怎么个超越呢 一方面你 你把企业家整得死去了 回来 一方面让他超越 你想干嘛呢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所以这篇稿子 写的不错的 因为他观察的不错 因为他观察到西包子的话呀 就是制大锅 若翻闹饼 想起一出事一出 你根本就想不通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令人淡痛的现象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就是因为党中央有一个核心 就是因为天上有两个太阳 就是因为有人要定于一尊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淡痛的问题 都来自于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老是相信人间有上帝 老是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 老是觉得有人是万万岁万万岁 老是觉得有人是红太阳 东方孔 太阳神 我跟你讲 你这辈子 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一地鸡毛 你穷困潦倒 那是活该 关键是你的子孙后代 你也是穷困潦倒 子孙后代 要诅咒你八代人 十八代人 诅咒十八代都不得好死 我告诉你 真不是我吓唬你们 人间最朴素的真理 最朴素的常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请大家回去重温一下 什么叫摩西世界 人类最古老的法律的原则 摩西世界 凡是把这个摩西世界 这几条违背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不管你是细胞子 还是毛纳肉 谢谢 谢谢